今天可以说是一个又忙碌又充实的一天 从早上七点半跟世界医师会的早餐会开始 连续进行了十二场的双边会议 那中间也参加名团、乔团的游行 Walk the Talk 那大家都非常的 应该是说非常的高兴的参加这样的活动 因为大家在日内网都看到台湾 我们有几辆的巴士 那台湾Can Help 很多的外宾也跟我讲 说他们在日内网街上都看到台湾Can Help 所以大家对这样的台湾能见度的增加 也都觉得很高兴 那当然在整体的整天在双边里面 各个友邦也都强力的表达 在大会里面会替台湾发声 那这一点我要感谢友邦大家的支持 那大家会支嘴会支持台湾 也是因为我们对他们的意味的贡献 在现在目前来讲 WHO有提到十大威胁 那台湾不管是在防疫上面 或者是在我们将来的一个非传染病 我们都对当地的国家都做出很多的贡献 所以他们是心怀感激 那我们也非常高兴 台湾有这样的一个依偎的实力 可以帮助其他的国家 那我相信这是我们在世界所贡献的一份 那今天我有看到一些留言 那我讲有一个 Jiu Huang 他在建议就是说 好像有提到就是说 有些国家连这个动物都管不了了 那怎么去管人的 那希望我们能够对他们要提 那但我知道所提的是在讲 非洲猪瘟相关的情况 所以今天在日本共同社的访问里面 我也特别的把这个例子取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海上还有一些 非洲猪瘟在漂流了 那这个防疫上面的漏洞是很大 那台湾禁流域上面 做好防疫的事情 那希望我们在防疫上面 对区域对世界都有所贡献 非常谢谢你们的建议 那我们对我再看 希望能够好的建议 那我们一起来 感谢观看